6月27日,腾讯控股700 市值2.954万亿元 股价400元 当日宣布持股28.86%的第一大股东南非Nasperis 将有跌减持 腾讯作收306.8元 在一个月03日内大跌23% 平均每日跌3.88元 市值蒸发近9000亿元 教Nasperis所持腾讯的市值8500亿元更多 腾讯前申明 腾讯计算机 1998年11月成立 2004年6月上市 IPL价3.70元 经2012年一拆五后调整为0.74元 去年历史高价752.7元 标幅1016倍 以现价计 标幅亦达414倍 腾讯24年前成立 直至上市前三年 只有三个股东 马化腾占百分之六十 E.G.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占百分之二十 李泽佳旗下公司占百分之二十 2001年1月 即腾讯上市前的三年 Nasperi旗下加全资附属公司一名会说普通话的美国人 到深圳腾讯办公室拍门求买腾讯 一拍即合 买入当时股份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百分之十三点五来自马化腾 百分之十三来自IDG 百分之二十来自李泽佳 收购价指示三千二百万美元 2.5亿港元 交易完成后 Nasperis与马化腾角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IDG占百分之七 李泽佳再无持股 腾讯上市后 Nasperis原本持有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变成三十一点五一一股 占比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四 最新持股量二十七点六九亿股 占比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六 Nasperis所持腾讯加以出售的腾讯 二零一八年以四百元沽售 加所获送的京东集团 九千六百一十八 总值予一点零三三万亿元 较二十一年前的投资成本 高出四千一百三十二倍 大赚斜线升值一点零三二七万亿元 李泽佳二十一年前出售当时 全部所持的腾讯 作价一千二百六十万美元 零点九百亿港元 成本不过一百一十万美元 八百五十八万港元 辞货 十四个月 即大赚十点五倍 出货获利的确 难以抗拒 指示 二十一年前若无出货 今日变成十三点五五亿股 现时的腾讯 值四千一百五十七亿元 去年最高时值一万亿元以上 淡淡肉 与当年沽货收取零点九八亿元比较 不成比例 福布斯年初礼牌 发表本港富豪榜排名 李嘉诚继续是本港首富 身家二千八百零八亿港元 当年李泽佳若无出售腾讯并持有至今 又或者最初指 斩边流边 而于去年高价时清货 今日身家应教李嘉诚至少高出一半 不再做小小超 而是做大大超 广东话有句 担心担费 意思大家明啦 非正式统计 股民炒赢股票 但少赚某一个银马 担心担费程度 大过炒输股票输掉同样银马 李泽佳错失 做本港首富的千载难逢机会 肯定担心担费 等等等等等